9月18日 中共國務院辦公室發表通知 屬下的協調小組發生重要人事變動 該協調小組 下設五個專題組和四個保障組 其中保障組的法治組組長傅政華 換成了唐一軍 這是傅政華今年以來失去的第四個職務 4月19日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落馬之後 在第二天 傅政華就立即卸任司法部黨組副書記的職務 9月29日 中共人大常委會議通過 免去傅政華的司法部部長職務 任命習近平的浙江舊部 遼寧省長唐一軍為司法部長 5月5日 中共司法部官方網站顯示 中共治國辦主任是郭昇坤 副主任是陳一新和唐一軍 敢意味傅政華的副主任職務被設 5月19日 傅政華出任閒職 中共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雖然中共官方聲稱 現年65歲的傅政華是介寧卸任 但是這種被火束免職的動作 一般是官員落馬被查的前奏 不過據傳媒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落馬前 曾發動政變 企圖暗殺習近平 而傅政華就暗中向習近平告密 幫他避過炸彈毒針暗殺 因此不排除習近平會放他一馬 讓他退休安全著陸 據海外中文媒體早前引述的消息說 2012年 黃立軍和薄熙來被捕後 習近平知道周永康有政變企圖 開始對他進行秘密調查 周永康為了自保 企圖暗殺習近平 消息說 周永康等人至少籌劃了兩次暗殺習近平的行動 一次是在會議室放置計時炸彈 另一次是趁習近平在301醫院做體檢的時候打毒針 但是兩次暗殺都由於傅政華暗中告密得以化解 另一種說法是 傅政華原本就是周永康的親信 他任職北京公安局局長期間 擔當中共政治打手 積極追隨江澤民派系迫害法輪功 外界官以狠角色稱號 當時傅政華深得周永康信任 和他分享暗殺計劃 但是傅政華就知道事態嚴重 不敢捲入 於是向習近平竊物 令習近平下決心抓了周永康 周永康等人被捉拿後 傅政華因及及時變卦 暫時被固一劫 並獲得習近平的臨時中用 但是在2018年中共兩會之後 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的傅政華 轉任司法部長 引起輿論哗然 外界認為 當局有可能是將傅政華調斧李山 方便調查他在公安系統的問題 而之前一些官員落馬 用的也是這個策略 機械的說法 及朝來伺癢 後來自判所 降臨時 有的勢力 nag呆 皆中度 和警察 寶貴 偶然